随着中共的七一党庆的到来 人们关注到在中国大陆 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正成为民间的热潮 就是中共的官员也不例外 我们来看一看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退党医工们讲述的故事 截至6月28号 中国民众退党团队的人数超过了1亿4千万 退党医工们表示 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开始觉醒认清中共本质 他们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 为自己做出了美好的选择 因为现在退党到时候 这样的发展思组 连中共高层都承认往党危机 所以他们是七八八十的 都往里面再拉搞一些宣传 其实是很愚蠢的 这个党一定是无人可以挽回了 不管用什么样欺骗的手段 用什么方法都是挽救不了 中共协党灭亡的命运的 即福建人大代表李连炮公开三退 河南副处级官员史宗伟 在网络实名退党后 前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医厅法官潘仁强 日前也向新唐人表示 七一退党的异象 因为共产党他在七四前突击发展党员 人家稀里糊涂的 不认识共产党的 他就进去呗 我算了大量的替共产党当狗 这么被共产党获 这个党伤失了公信力 他们腐败 侵害人民权力 我好多年都没交过党费 每次共产党发的那些书刊洗脑的 我都交给我 放在厕所植楼子里面 不相信啊 随着2004年底 九平共产党问世 大陆民众三退的人数每年递增 尤其是近年来 大陆群众抗议事件不断 民怨四起 民众对中共的认识也越发彻底 同时通过海外退党中心 办理三退的人数和方式 群体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上码头 上年和我讲 大陆来的那些官员 他就是怕有录像挡着他的脸 但是你跟他说 我用画面就可以退 或者用你的小名 他马上点头 他眼睛还使劲眨 已经走的时候 他把那手倒背着 就是抱拳 就是感谢你 就是变化真是很大 以前是一个一个的退或者是家庭这样子 亲朋好友这样退 那最近集体三退的人多起来了 而且一退都是很多人了 那些在各个行业里面对中共不满的人 就是退的有的是几千的嘛 最近好几个和几千在退的 很不一样了 而且有更多的人想退 只是说他们不知道那么多的名单 怎么把它收出来给我们 有一部分敢用自己的真名来三退了 是比以前多了 据明慧网报道 6月中旬 加拿大多伦多退党中心 受到一位大陆广东企业员工的退党电话 之前他曾打过电话 为自己办理了三退 如今他再次要求退党中心 帮四千人办理集体三退 他说 中国南方民众和警察的冲突很多 有时发生群众抗议事件 一次就是上万人 而这一万人的心都想到了一处 都想退党 他还表示 由于想退党的人数过多 退起来有一定难度 因此他希望 以余姓、吴姓和卫姓三个姓氏为代表 为四千人先办理三退 这名广东企业的员工 还把自己的真名和电话 都留给了退党义工 十天后 他又一次向退党中心 确认这四千人的三退进展 得知已经妥善处理时 他表示 很高兴能给同伴们一个满意的交代 受访的退党义工纷纷感慨 现在大陆的形势变化快速 讲三退真相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吃力 大部分大陆民众都已经认清了中共的本质 不再被中共谎言蒙蔽和毒害 同时以声名三退的群众还在影响着周围的亲友 让更多的人从谎言中解脱出来